印度寻觅之旅 在印度遇见马哈西 作者 保罗·布鲁顿 翻译 尤可欣 蔡孟璇 汤金兰 四 遇见救世主 很高兴见到你 这是我会见美赫巴巴时他对我的问候 显得有些俗套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后来会变得这么出名 闪亮地划过西方世界的天空 在欧洲和美国引起了数百万人的好奇 然后就像陨石般又黯淡地坠回大地 我是第一个采访他的西方记者 并且探访了他在印度的住处 当时他除了在本地享有声望外 外界几乎没有人知道他 我跟他的一个重要门徒很熟 经过几次书信往返 让我实在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 这类自称引渡众生的圣者 不久 两个帕西人来到孟买 陪同我前往他的住处 在我们离开城市前 他们告诉我必须买些精致的鲜花水果 作为会见主人的献礼 所以我们顺道去了一趟大市集 由他们选了一大兰日用品 作为我的见面礼 火车行驶了一整夜 隔天早上抵达埃哈迈德纳格尔 我记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历史遗迹 残酷的君王奥朗泽布 将这里设为他的宝藏库 存放装饰蒙沃尔帝国宝座的 珍贵宝石金饰及一些宗教真品 在这里他最后一次轻浮浓密的胡须 然后死亡在营帐中逮到他 出了火车站 一辆战时款式的老福特 响着吵杂的噪音等着我们 这是前往美赫巴巴引修地的交通工具 接下来的七里路程 带我们穿过平坦乡间 道路两旁淋漓着苦练树 我们经过了一座村庄 一片杂乱的棕色民房屋顶 簇拥着当地寺庙精巧的小尖塔 然后我撇见一条小溪 溪边开满粉红色和黄色的野花 混浊的溪水中 水牛悠闲自在地躺着休息 我们抵达了美赫巴巴的隐居地 这令人好奇的地方 散布着稀稀疏疏的建筑物 其中还有三座丑陋的石造建筑 耸立在广场中央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是撤除的军营仪器 紧邻着一旁还搭建了三座简陋的小木屋 不到半里远的地方 坐落着一个叫阿朗加翁的小村庄 整个地区显得荒凉 几乎成半沙漠状态 护送我的那两位门徒 费尽唇舌又让我相信 这里只是教主在乡下的分布 真正的重要总部位在纳西克附近 大多数门徒都住在那儿 而访客的会见也都在那里举行 当我们经过那些小木屋时 几个人从屋里冒了出来 他们悠闲地站在阳台上 对我们微笑招手 似乎很兴奋由欧洲人来访 我们穿过广场 来到一栋奇怪的建筑前面 看起来像是一个人造的洞穴 由石块和瓦砾堆起 大约有八尺深 入口面向南边 早晨的阳光充分照亮了内部每个角落 我转身眺望四周 起伏的原野往外扩展 只有在东边的尽头环绕着丘陵 一个绿树遮阴的村庄就坐落在凹陷的第一地 我心想 这位帕西圣人真是一位大自然的爱好者呀 将自己的隐居地设在这样一个平淡无争的宁静风景中 而我真的很高兴在历经了梦买喧嚣生活后 可以来到这个僻静之处 两个看似守卫的人站在洞穴入口 他们阻止我们继续前进 并走进洞内请示主人 吸掉你的香烟 一个随从对我说 巴巴不喜欢烟味 我把香烟丢掉 一分钟后我被领入洞内 会见这位高贵威严的新救世主 洞穴的地面铺满文样华丽的波斯地毯 它就端坐在最深处 样貌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 它的眼神并没有穿透力 脸庞给人一种有气无力的印象 然而我还是从它身上感受到一股 出世苦修和慈悲的气质 我很纳闷 为何自己并没有感到很兴奋 因为照理说 一般人如果见到了那种 让万人朝圣归顺的圣人时 应该会觉得很激动 她穿着一身洁白无瑕的长袍 看起来有点像滑稽的老式英国睡袍 一张脸亲切和善 绿色卷曲的头发垂到脖子 我有点被那柔软 像丝绸般的头发困扰 因为那让她看起来像个女人 她的鼻梁高起又陷落 呈现阴沟型 深色的双眼中等大小 虽然清澈却无法让人留下印象 浓密的棕色胡须覆盖在嘴唇上方 由于她的父亲出生于伊朗 浅橄榄色皮肤透露她的波斯血缘 她看起来很年轻 应该只有三十多岁 最后关于她的容貌 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她那特别窄的前额 发现比一般人要低 那模糊的区域让我不禁怀疑 人脑的面积不是与她发挥的功效成正比吗 而一个人的前额难道不是展现她思维力量的象征 但话又说回来 也许救世主早就超越这些肉身的限制 很高兴见到你 她表示 但我必须说明 她并不是以一般说话的方式表达 而是在腿上放着一块字母板 用食指很快地指出一个一个的字母 但她以这种雅具形式 笔手画脚拼字的同时 翻译秘书会为我大声地念出来 从1925年7月10日起 这位圣人就不再开口说话 她的弟弟告诉我 当这位新救世主再度开口说话的时候 她的话语将震惊全世界 也就是说 她现在必须严格地保持沉默 以这种手指拼字的方式 美和爸爸很亲切地问候了我的健康 也询问一些关于个人生活的细节 并表示我对印度的兴趣让她觉得欣喜 她的英文程度很好 所以我说的话几乎不用翻译 对于我要求的深度采访 她延后到下午 你现在最需要的是吃东西和休息 她说 应该说她对我这样表示 我退到另一栋石造建筑里 里面几乎空无一物 只有一张尚未铺好的旧床 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和印度民族大起义年代的旧椅子 在这里我要住下来 度过将近一周的日子 往没有玻璃的窗外望去 还好有自然美景作为报场 广大无际的原野一路延伸 未开垦的土地上点缀着几层灌木和一些仙人掌 四小时的时光在我的手表上有气无力地爬过 又一次我坐在这波斯地毯上 与梅赫巴巴面对面坐着 周围圣者声称自己命定要显现灵性之光 并亲自将这光芒带给全人类 而接下来我就要一探究竟 他轻敲着字母板 立刻将他的使命呈现在第一句话中 我将改写整个世界的历史 然而当我在笔记上写下这句话时 似乎对他产生干扰 你能不能在离开后再做笔记 我同意了 并努力将他的话语刻印在记忆中 就像耶稣将灵性导入一个物质年代 我也是 要将灵性带给当代的人类 但这神圣的工作 一定要等到一个特定的时刻才会发生 当这一刻来临 我会向整个世界揭露我真正的身份 所有宗教的伟大导师 耶稣、佛陀、穆罕默德、索罗亚斯德 他们的教义都是出自相同的本质 所有预言、先知都是来自神 那最主要的戒律就像一条黄金丝带 通过他们的教导传达出来 这些圣人总是在人们最需要他们的时刻来到世界 那时灵性将陷入黑暗低潮 而物质主义弥漫在每一处 正如目前这世界即将达到的状态 你看 现在这整个世界深陷于感官欲望的追求 种族之间的自私排挤 金钱的崇拜 神完全被遗弃了 真正的信仰被扭曲 人们追求生命 而传教士给的却是搞木枯石 因此 神必须再一次派遣他的先知来到人间 建立真正的信仰崇拜 同时将人们从物质麻痹中唤醒 我就是传承着那些先知们的脉筒而来执行我的使命 神已经给了我指示 当秘书大声念出这让人吃惊的宣言时 我安静地听着 试着保持一颗敞开的心 不批判 也不让头脑去抗拒 但并不表示我接受 只是我很清楚必须从另一个角度去倾听这种东方式的思维 否则对一个西方人来说很难有什么收获 即使其中也许真的有些值得接受的 当然 真理绝对经得起严酷的解释 但西方的检验方式必须重新调整 以适应东方的心智氛围 梅赫巴巴真挚地对我微笑 然后继续 先知们设下了一些规则和纪律 帮助大众迎向一个较美好的生活 同时引导他们接近神 渐渐的 这些规则成为一些宗教组织的教义 当这些创建者还活着的时候 灵性的理想和最根本的动机都还能普及于世间 一旦他们去世 那些就渐渐消逝 这就是为什么透过组织很难接近灵性的真意 而往往真实的信仰必须透过个人传译 宗教组织说穿了不过是个考古部门 试着将过去种种挖掘复兴 因此我不倾向成立任何新宗教 信仰或组织 凭我个人就可以让所有的人内在信仰重新恢复活力 在人们心中植入一股对生命全新的体认 教义和戒律在创建者去世之后 经历了几世纪渐渐朝不同的方向演变 那之间的差异让人吃惊 但事实上所有宗教的根本都是一致的 因为他们都来自同一源头 神 因此当我在大众前显现时 并不打算贬斥任何一个现有的宗教 也不赞扬其中任何一个 我希望化解人们心中的派系分别 他们才有可能接近真理的本质 要知道每位先知在显于世之前 都会衡量最适当的时机 环境和当时普及于世的想法 根据这些来传授教导 让人们容易理解并适用于任何状况 美赫巴巴停了一会儿 让这些崇高的想法渗入我的脑袋 然后它转变一个新的话题 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新纪元中 每个国家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越来越快 铁路 蒸汽船 电话 电缆 无线电 新闻报纸等 将这世界连接成一个更紧密交织的个体 某个国家发生重大事件 不到一天的时间 千里之外另一个国家的人都能知道 因此 当一个人想要传达一个重要讯息时 可以说全世界的人都准备好聆听 这一切都是有理由的 很快的时机就会来临 届时将会有一种普及各种组合国家的灵性信念诞生 以造福全人类 换句话说 现在这种种迹象都在为我做准备 让我传达着世界性的重要神域 这段惊人的宣言足以显示 美和巴巴对他自己的未来抱着极大信念 而他整个人的行为举止也带着这份确信 根据他自己的评断 似乎他这张股票的价值在将来绝对会上涨 而且远超过票面价值 但什么时候你会对全世界宣告你的使命 我问 当混乱和惊慌困惑四处弥漫的时候 我就会打破沉默传达神域 因为那个时刻世界最需要我 聚变会颠覆整个世界 地震 洪水 火山爆发 东方和西方都陷于战争的烈焰 整个世界必须遭遇苦难 然后重新获得救赎 你知道战争的确切日期吗 知道 不远了 但我并不想透露日期 这真是可怕的预言啊 我惊呼 梅赫巴巴摊开他那尖细的手指 表示遗憾 是的 而且这场战争的性质非常残酷 因为科学的发明 让他带来的影响 更甚于上一场战争 但所幸他只会维持很短的时间 大约几个月 当他在最惨烈的时刻 我就会献身于大众 并向世界宣布我的使命 不仅是以我在物质层面的努力 还有我灵性层面的力量 可以让战争瞬间消弭 将和平回归于各国 至于自然界的巨变 却不可免 它会在各地同时发生 许多生命和物资 都将遭受破坏 这说明了我成为一个救世主 并不是毫无来由的 而是顺应整个世界的需求 同时我也可以确信 绝对会完成这份灵性使命 他的秘书 一个身材短小 肤色有黑的男人 戴着一顶马拉塔人 特有的黑色小圆帽 在传译出最后一个字之后 以一种非常惊喜的表情 看着我 似乎在说 你看多棒啊 你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分享一项 多么重要的讯息啊 主人的手指又开始在字板上移动 他赶紧回神告诉我 接下来新的重要讯息 战争之后 会经历很长一段和平时期 整个世界处于宁静祥和 卸除武装不再是纸上谈兵 而会成为实际行动 种族和族群之间的纠纷会化解 宗教组织派系之间的仇恨也会结束 我将旅行世界各地 各国都会渴望迎接我的来访 我的灵性教会会普及每片土地 每个城镇 甚至每个小村落 世界同盟 人类和平 对穷人及弱势的慈悲 对神的爱 这些都将是我要推动的 那么关于印度呢 你自己的国家 在印度 我会一直努力到 那毒害众生的种姓制度 完全根除 毁灭 自从这个阶级制度建立之后 印度整个国家都陷于一种沉沦状态 当那些贱民及低阶级族群 都得到提升 印度将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的重要国家 即使有些缺点 印度仍是世界上最具灵性的国家 将来它将会成为各国的道德领袖 所有重要的信仰创始者 都会诞生于东方 而对于东方各国的人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不断追寻灵性之光 我试着在脑中呈现一个画面 伟大的西方人 卑躬屈膝 坐在矮小棕色的东方人脚前 但失败了 也许是因为眼前这位穿着白袍 蹲坐姿势的人 让我难以发挥想象力 而他继续说着 对印度来说 目前所谓的服从 并不是真正的服从 这个国家的灵魂未死 而且伟大 即使从外表来看 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它的力量 这神秘的解释 实在太模糊到 让我难以理解 我试着回到先前的讨论 我们在西方 其实已经从不同的来源 得知大部分你要告知的讯息 你有没有更新的讯息 要让我们知道 我的话只是古老灵性真理的回音 而我内在神秘的力量 将会带给这世界生命新的元素 到这里 我的头脑真的需要休息一下 沉默持续了一会儿 我不再问任何问题 转头凝视洞穴外的风景 在宁静远野的另一端 小秋龙起成一列 天空中的烈日 无情地烘烤着人们 牲畜和土地 时间纷纷渺渺流逝 在这与世隔绝的洞穴 无止尽的炙热中 被周围这些虔诚的心包围着 当然很容易就会编织一些 改造世界的宏伟计划 也很容易让人产生 异常的宗教想法 然而一旦投身到真实世界 处在那些困苦的生活 和崇尚物质的都市中 这所有的一切 也许很快就会消逝 就像晨雾消弥在日出的阳光中 欧洲抱持着极高的怀疑论 我强调 同时转头看着这位新救世主 你要怎么说服我 你的话具有神性的权威 又怎么让不认识你的人 改信你主张的灵性理念 一般的西方人会告诉你不可能 甚至他们可能会取笑你所有的努力 啊 你无法了解时代将如何转变 美赫巴巴拍着他那双苍白修长的手 然后他宣告让人更吃惊的预言 听在西方人耳中简直是天方夜谭 然而他的态度却显得理所当然 一旦向大众宣称我是救世主的事实 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挡我的力量 我会公开展现一些神迹 以证明我的使命 我可以让盲人重建光明 疗愈病痛 残疾及瘫痪者 甚至让死者复活 这些事对我来说就像小孩子的游戏 通过这些神迹的施展 任何地方的人都不得不臣服于我 接着他们就会相信我传达的神谕 施展神迹并不是为了满足那些好奇的心 而是要说服那些怀疑的头脑 我病住呼吸 这段采访已经快超出一般认知的界限 我的头脑开始迟疑 是否我们已经进入东方式的幻想中 然而不要搞错了 帕西就是主继续说着 我不断告诉门徒们这些神迹是为了大众而施展 绝不是来服务我自己的门徒的 我一点也不在乎自己这些神力 但我知道他们可以转变一般人的头脑 让他们信服我 如果我真的必须以这些神迹来惊动全世界的人们 那都是为了要提升他们的灵性 巴巴施展过许多神奇的事迹 秘书突然插话 我立刻警觉 例如我很快地问 主人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另外找时间再告诉他皮施奴 他说 必要的时候我可以施展任何神力 凡是达到我这种神性状态的人都办得到 我在脑子里记下明天一定要缠着秘书 询问所有关于这些神奇事迹的细节 这将会是这趟观察访谈中有趣的章节 我作为一个谨慎的观察者来到这里 各式各样的事件都对我的调查有利 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 然后我要求这位圣人给我一些更确切的个人资料 一些关于他成为救世主的过程 你顺便把这也告诉他皮施奴 他回答 再次把我交付给他的秘书 既然你要在这里住一阵子 自然会有很多机会和我的信徒们交谈 他们会告诉你关于过去的种种 接下来谈话内容转向日常琐事 不久我们的会面结束 回到房间第一件事就是点燃一根烟 弥补刚才浸烟的不是 我瞪着烟雾缓缓升起 在天花板散开 傍晚我见证了一个奇妙的景象 当星星正要开始闪耀光芒 而白昼尚未完全暗淡 在这奇特的半明半暗中 几盏油灯燃起惨白的光 美赫坐在他的洞穴中 外头许多油门徒参拜者和附近阿朗加翁村民们组成的群众慢慢聚集起来 在洞口形成一个马蹄形 一场仪式即将展开 无论美赫人在哪里 这仪式每天傍晚都照常举行 一个信徒高高举起一个浅拨作为油灯 灯芯尽在香油中发出浓烈的檀香 他持油灯在主人神圣的头顶绕了七圈 接着群众们就开始大声吟唱导词 从那一阳顿挫的马拉塔方言中 我听到好几声呼唤巴巴的名字 很明显这些歌颂的内容都是为了夸张地恭维他们神圣的导师 每个人都以爱慕的眼神看着他 而美赫的弟弟坐在一个守风琴后面 弹奏哀气的曲调 以伴奏这些吟唱 在仪式进行中 信徒排成一列逐一进入洞穴中 他们在美赫面前 五体投地趴下并亲吻他的脚 有些人被虔诚的情绪感染 而显得过度兴奋 可以亲吻他的脚长达一分钟 据我所知 他们相信这种行为可以在灵性上得到极大的益处 因为透过这样的接触 美赫的恩典会灌注给信徒 并洗刷他们的罪恶 我走回住处 想象着明天还会发生什么事 在原野另一端的丛林里 豺狼的吠叫声响起 打破了夜晚的寂静 第二天 我召集了秘书和一些会讲英文的门徒 聚集在其中一个小木屋前 我们围成一个半圆坐着 有些不懂英文的门徒远远站着 带着微笑和好奇的眼神看着我们 我要一一访问这些聚集而来的群众 从他们的心智和记忆中挖掘 所有关于他们那位神奇大事的种种 调查一切我还不知道的资讯 美赫是他的本名 但他称自己为萨古鲁美赫巴巴 萨古鲁的意思是完美的灵性导师 而巴巴则是印度普遍对男子的称呼 通常他的门徒都称他为美赫巴巴 美赫巴巴的父亲是个帕西人 索罗亚斯德教义的拥护者 流亡到印度时还是个群苦的年轻人 美赫是他的长子 1894年在普纳市出生 五岁的时候就送去学校念书 成绩一直很优秀 17岁就通过大学入学考试 进入普纳的德干大学 接受非常好的现代教育 长达两年 接下来就进入一段 曲折而不可思议的人生阶段 某天晚上 他从学校骑脚踏车回家 途中经过一名女修行人的住处 这位颇有名气的穆罕默德追随者 名叫赫兹拉巴巴捡 据说年龄超过百岁 当时他正在自己那间简陋木屋的阳台上 躺在长椅上休息 当脚踏车朝他骑来 老夫人突然站起身向男孩招手 他停下来并走向他 他拍拍男孩的手拥抱他 并在额前亲吻了一下 接下来发生的事并不是很清楚 我总结所有人的叙述 大概是年轻人心神恍惚的回到家 接下来的八个月 他的心智功能越来越低落 到最后完全不能学习 跟不上进度 只好从大学退学 接下来年轻的美赫陷入半失智状态 几乎无法照顾自己 双眼混浊毫无生气 连身为人最基本的能力都丧失 不能自己进食洗澡也无法如厕 当他的父亲说吃 他会机械式的将食物送进嘴里 否则他不明白 为何食物要放在眼前 简单的说 他变成了一个机器人 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需要父母向照顾三岁小孩般看护 很明显是一种心智退化的案例 而那心烦意乱的父亲 将这一切都归因于他过度用功 为了考试饿不过头 美赫看过许多不同的医生 每个人都诊断为精神分裂 注射了许多药物 直到第九个月 这凄惨的状况才开始好转 复原的速度逐渐增加 最后他终于可以很清楚地感知周围环境 并正常反应 在他完全复原之后 却发现整个人的性格改变了 那古对学问追求的野心消失了 成为职场顶尖人物的野心也消失了 就连游戏和运动的兴趣也完全瓦解 所有的习惯都被一股追求灵性生活的渴望取代 并不时许下宏愿要进化升华自己 他坚信自己这些剧烈的转变 根源于那位穆斯林修行老妇人的亲吻 于是每刻去找他 希望可以为他指出未来的方向 而他建议他去寻找一位灵性导师 于是他接着问 在哪里可以得到这份恩典 他向天际挥挥手作为回应 他探访当地许多有声望的圣者 甚至离乡背景到距离家乡普纳百里远的乡下 有天他来到萨克里村附近的一个小石庙 虽然看起来简陋 但据村民说这里曾是一位圣人的居所 当美赫在这里遇上乌帕萨尼马汉拉加 当下就觉得自己已经找到导师 这位抱着宏大志愿的年轻人 好几次离家前往萨克里 通常他都会花几天的时间与导师住在一起 有一次甚至住上四个院 美赫声称在这段时期中 他完美地净化了自己 并为自己的使命做好准备 有天傍晚 他召集了三十个同学和朋友 神秘地告诉他们将有一场重要聚会 然后带他们来到萨克里的小庙 出道时门都锁着 乌帕萨尼马汉拉加这位表情坚毅的圣人 就住在里面 他起身招呼所有人 然后对他们讲解宗教信仰 要他们行善 并且告知他们 美赫已经成为他所有神秘力量和知识的继承者 最后甚至对这些惊讶不已的年轻群众 宣布美赫以真挚神性的完美境界 他强烈建议所有人应该成为这位怕稀有人的追随者 因为这样对他们这一生 甚至好几世的来生灵性修为上会有很大的帮助 部分听众接受了这个建议 而其他人则保持幸灾乐祸的态度 大约一年后 美赫27岁 这位年轻的帕西人向着一小群追随者宣布 他已经领悟自己将要履行一件神圣使命 这是神赋予他的工作 对人类来说将有无比的重要性 他并没有直接说明这份使命到底是什么 只说在几年内会让秘密浮现 而他将注定成为人类的救世主 1924年美赫第一次出国 他带领六位门徒前往波斯 告诉他们要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旅行 但是当船刚抵达港都布什尔时 他却突然改变主意 隔天便搭船回家 三个月后波斯首都德黑兰发生政变 旧政权被废除 新国王登基 美赫巴巴借此向他的追随者说 你们看 这是我上次造访波斯秘密施展神力的结果 他的门徒告诉我 波斯在新的政权统治下成为一块乐土 穆斯林人 索罗亚斯德教徒 犹太教徒 基督徒等都和睦生活在一起 不像从前在旧政体下长久持续纷争 残酷的暴力事件不断 这趟神秘旅程结束后几年 美赫巴巴创立了一个奇特的教育机构 在他的建议下 一个门徒找到了现在这片靠近阿朗加翁的土地 盖起了几栋粗陋的廊房 同时还用茅草和柱子搭起一堆更简陋的小屋 就这样 一间免费的住宿学校开幕了 老师从一些受过教育的门徒中挑选出来 而学生大多数是信众和他们朋友的孩子 不但课程免费 食宿也全勉 教授的内容除了一般世俗的知识外 美赫巴巴本人还会亲自教授 无教派分别的宗教课程 在这样吸引人的条件下 很快就招收了将近100位学生 其中还有12位远从波斯而来 学校教授男孩们 一些在大多数宗教里都会强调的道德观 和许多伟大先知们的故事 很快的 宗教信仰变成课程的重点 年纪较大的男孩则由美赫巴巴亲自教授奉献瑜伽 但内容显然有点枯燥乏味 他们被教导要视美赫巴巴为神圣的人物 甚至膜拜他 结果造成几位男孩产生宗教歇斯底里的症状 每隔几天他们就会产生奇怪的幻觉 关于这个学校有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特色 那就是学生们都来自不同的种姓阶级、种族和宗教信仰 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索罗亚斯德教派自由融合在一起 然而美赫巴巴还希望能扩大招生人数 他于是派遣一位核心门徒前往英国 希望招收几个白人学生 这项任务困难重重 因为大多数白人的父母都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一个陌生人 而这个陌生人还要远渡重洋将他们带到亚洲 更何况 学校主张的宗教融合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 在英国有太多学校都是如此 交友信仰的学生们很自然地相处在一起没有冲突 不像教义支配下的印度还必须特别强调、规定 一天这位印度的使者遇见一名英国人 他在一两次会面后就即刻皈依了那位帕西救世主 这位热心的门徒不辞辛劳地在伦敦四处拜访其他信众 似乎他自己已经开始为美赫巴巴崇高的教导开始做准备 同时他也开始协助寻找白人学童的任务 很快地找到了三个 那些孩子的父母群困潦倒 愿意与孩子们分离以减轻生活重担 好不容易到了这个阶段 英国政府设立的印度事务部门却突然开始进入调查 并对这项计划设下禁令 孩子们无法远航 而那位帕西救世主的代表只好回到印度 随行的还有那位英国人 他的妻子和妻子的妹妹 在他们抵达印度五六个月后 美赫巴巴又要这位核心门徒出资将他们送返英国 据我所知 美赫成立这个学校其实有双重目的 第一 他想打破学童间种族与宗教的隔阂 第二 他想从他们中间挑选几个人 加以训练成为未来指导灵性使命的大使 当这些孩童长大成熟 同时也到了他自己向大众宣布神谕的时刻 他就会派遣这些使者到世界五大洲 协助人类灵性升华的工作 除了办学 他还推动另一项事务 成立一间简朴的医院 他派一些热心的门徒 在当地召集盲人 慢性病患 残疾人士 这些人可以在医院享有免费的医疗 食宿 而那位帕西圣人则给予灵性的慰藉 五个博足的人在他碰住之后就痊愈了 一位满腔热忱的信徒说 哎 我实在很怀疑 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 现在住在哪 或如何找到他们 我怕这又是另一个东方式夸大其词的例子 不过 不用怀疑 至少其中一位被治愈的残疾者 已投身于美和巴巴信众的行列 以报答这份恩惠 也可以确信 这个新闻像烈火燎原般传遍麻风病普及的印度 然后 所有受创的灵魂都涌入这个位在安朗加翁附近的医院 许多帐篷搭起来收容来自附近村庄的信徒 访客和食客 这个特殊聚落的人口突然之间暴增到数百人 炙热的宗教情绪弥漫整个区域 当然 美和巴巴是整个热潮的核心 这个聚落成立18个月后 却突然终止运作 所有机构都被废除 学童们被送回父母身边 而病患则被送回家 对此 美和巴巴完全没有说明原因 我后来听说 他处理事物常常出现这种令人无法理解的冲动 1929年春天 他派出第一个使节门徒 一个名叫沙杜雷克的人 他接到命令要行遍全印度 您有幸代表救世主去工作 要保持心胸宽广 不要贬低任何宗教 谨记着我会知道你所有的作为 不要因为其他人的看法而沮丧灰心 我会引导你 要全然地追随我 然而根据我收集的资料显示 这位可怜的老兄 身体状况并不适合流浪生活 虽然招收了一些信徒 但没有多久就疾病缠身 返家不久后就去世了 以上就是关于这位帕西圣人的一些事迹 我和美赫巴巴又会面了几次 大多限于生活琐事的闲谈 但我真正想听的 是关于他那神圣任务更明确的内容 所以我要求最后一次的采访机会 这天他围了一条蓝色的围巾 字母板已经放在膝上准备接下来的访谈 在场的门徒们带着崇拜的心情来参与聚会 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氛围 每个人都彼此互相微笑招呼 直到我丢出第一个问题才打破沉默 你怎么确定自己是救世主 我的鲁莽让在场门徒都惊呆了 主人挑了一下他那浓密的眉毛 但没有显露为难的脸色 对着这提问的西方人笑了笑 很快地回答 我就是知道 非常清楚明白 就像你知道自己是个人类 而我知道自己是救世主 这就是我全部的生命 那股天赐的极乐从来没有消失过 你不会将自己跟别人搞混 我也是 不会搞错自己的身份 我知道自己有个神圣的任务 也一定会完成它 当那位穆斯林修行老妇人亲吻你的时候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记得吗 记得 在那之前我只是个普通的年轻人 赫兹拉巴巴简为我开启了大门的锁 他的吻是个转折点 那一瞬间我感到整个世界收缩退隐回太空 只留下我一人 是的 只留下我和神在一起 有好几个月我都无法入眠 但并没有变得虚弱 仍然像往常一样 只是我父亲不能理解 他以为我疯了 一个又一个不断替我找医生 让我打针吃药 但他们全都错了 我和神在一起 并没有什么需要治愈的 唯一异常的是我失去了对生存活动的感受 那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 这些你能明白吗 十分了解 现在你已经完全复原了 什么时候打算让大众知道这一切 就在不久的将来我会对外宣布 但现在我不能告诉你确切的日期 在那之后呢 我在这个世上的任务将持续33年 之后会死于一场悲剧 我自己的同胞 怕吸人 会让我死于暴行 但还会有其他人接替我的工作 你的门徒吗 我猜 我会选出12位门徒形成核心组织 其中一位在指定的时刻将成为领导者 为了他们 我必须常常进行断食和严守静默 这些修行都会扫除他们的罪恶 让他们真挚灵性的完美境界 好几世以来他们都追随着我 我有责任帮助他们 另外 核心外层还有一个圈子 有44位男女成员组成 他们的灵性层次较低 任务是协助这两个主要成员 之后他们也会真挚完美 还有其他声称自己是救世主的人吗 美赫笑了笑 贬斥那些荒诞愚蠢的人 有 克里希纳木提 布拉瓦斯基夫人监护的年轻人 神志学会其实在欺骗他们自己 那些所谓遥控这一切的导师 应该住在喜马拉雅山另一端的西藏 但到了那些地方你会发现 除了尘土石块之外 什么也没有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精神导师会利用他人的身体 加以训练 只为了将来作为一己之用 那实在太荒谬了 在这最后一次的面谈过程中 他提出许多奇怪的声明 那些主题混杂 内容明确的是 经由他那细手的手指 在字母板上游移宣泄出来 美国将会有个伟大的未来 它会成为一个拥有灵性头脑的国家 我可以觉知任何信仰我的人 而他们都会得到帮助 不要试着解读我的行为 你永远无法透视和理解 每当我拜访一个地方 无论停留的时间多么短暂 那地方整个灵性状态都会提升 当我将灵性力量 推入整个世界之后 会修正所有物质生活上产生的问题 经济 政治 性 社会 所有的自私自利都会毁灭 而团结合作将取代这些 西瓦吉十七世纪创造 马拉塔王国的首领也在这里 他指着自己 表示美赫也是西瓦吉的转世 有些星球上确实存在着生命 而他们在文化及物质上 显得比我们的世界先进 但灵性上地球还是最领先的 美赫在谈到关于他自己的身份时 毫无谦虚之色 这我已经习以为常 然而在采访即将结束前 他竟然对我下达一道指令 让我惊讶不已 作为我的代表回到西方去 让这世界知道我的名字 让他们知道神的使者即将到来 为我工作 为我的影响力效命 你就是在为全人类的福祉工作 这世界会认为我疯了 我不自在地回答 这任务实在超出我的想象 美赫不表赞同 我告诉他在西方 除非一个人可以展现一连串奇迹 才能说服别人他在灵性上是个超凡的人 至于救世主就更别提了 而我完全不懂任何奇数 所以不适合传令使者这项任务 那么你应该展现奇迹 他鼓励我 我沉默了 美赫却曲解我的沉默 留在我身边 我会传授你伟大的力量 他鼓励我 你是个很幸运的人 我会协助你得到高深的力量 让你可以在西方服务 接下来这段不可思议的谈话内容 我就不多赘述了 有些人生而伟大 有些人努力达到伟大 而剩下的则是靠媒体传播 美赫似乎偏好最后这个途径 第二天我准备离开 那些似是而非的智慧和灾难预言 我已经听得够多了 我远渡重阳来到这里 并不是来听那些宗教宣言 或某个人的自命不凡 我要的是事实 即使那些事实显得有些奇怪或不寻常 只要提出一些值得信赖的证明就好 而更进一步 我要一些非常个人的事迹 那些我自己可以亲自验证的事 我的行李已经打包好了 即将要离开 我前往美赫的住所 向他礼貌性的告别 他告知我几个月内 将搬回位于纳西克附近的中央总部 建议我去那里拜访他 并住上一个月 就这么办 任何时候 只要你有空就来 我会让你经历美好的灵性体验 那么你就会知道我真正的本质 我会向你展现内在神性的力量 让你不再有任何疑惑 你的亲身经历 自然就能解释我所宣称的一切 然后你可以前往西方 替我号召更多的人 我想有空时再回来待上一整个月 不管这位帕西南人的个性有多戏剧化 也不管他所谓的使命有多虚幻 我决定以一颗开放的心 去调查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回到孟买的混乱生活一段时间后 我搭上火车前往普纳 在这块古老土地上 即将展开我的流浪之旅 那位穆斯林女士的突然介入 让美赫巴巴产生奇异的转变 实在让我好奇不已 我想一段短暂的拜访应该很值得 在孟买 我已经预先做了一些访查 一位前任法官康达拉瓦拉 认识他长达50年的时间 从他那儿得知他实际年龄 应该有95岁 我记得美赫的一个追随者 曾告诉我他有130岁 但我当着夸张的叙述 起因于他们的宗教狂热 法官简短地告诉我 关于他的故事 他是一位来自 贝露之斯坦的原住民 那块主权模糊的地带 介于阿富汗和印度之间 而他很早就逃离了家园 在一段漫长艰险的徒步流浪之后 抵达普纳 当时大约是20世纪初 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最初他在一棵苦练树下 盖了一个简陋的家 一直待在房内度过四季 不久 关于他高尚品德和神奇力量的传闻 就在邻近伊斯兰教徒族群中散布开来 最后连印度教徒都很恭敬地看待他 由于他坚持不搬进一般房屋 一些伊斯兰教徒只好在苦练树下 为他盖一栋小木屋 这时他终于拥有一个乡家的住所 可以在严酷的雨季得到一些庇护 我询问法官个人对他的看法 他说他毫不怀疑赫兹拉巴巴拉 是位真正的修行者 这位法官刚好是个帕西人 而且很熟悉美赫巴巴 所以我也谨慎询问了关于他的事 而我得到的答案 并没有让我增加对这位帕西救世主的好感 最后我又问了关于乌帕萨尼马哈拉加 那位美赫启蒙者的事情 我这位提供消息的朋友 一位敏锐深具洞察力的老者 处理过无数类似案件 也经历世间各种事 开始对我描述很长一段 关于这个人带给他的种种不愉快的经历 在这里我举出两个例子 乌帕萨尼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 有次他要我前往贝纳勒斯去见他 当时他住在那儿 几天后我突然起了一阵不祥预感 想要赶紧回普纳的家人身边 但他不让我离开 一再预言说一切都不会有事 然而两天后我接到电报 说媳妇刚生了个孩子 但几分钟后就死了 另一次我女婿正在考虑继续投资 梦买证券交易所 乌帕萨尼告诉他一定会赚大钱 因此他把所有财产都投入 后来差点毁了一切 从法官康达拉瓦拉的外表看来 他是个独立思考的人 虽然他揭穿乌帕萨尼的假面具 美赫巴巴曾对我形容 他是这个年代最伟大的零星人物 但法官对于美赫本人 却毫不犹豫地表示认同 也相信他在灵修上所达到的高度 虽然那些都无法证实 我抵达普纳 在一个军营的旅馆里落脚 然后驱车前往赫兹拉巴巴检的住所 和我同行的向导是赫兹拉巴巴检的一位朋友 在访谈时 他可以协助我在语言上的不足 充当翻译 我们来到一条狭窄的街道 街道上混杂着俗立的油灯和电灯泡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他 一个有屋檐遮阴的露台 以一排栏杆将道路区隔在外 他就斜躺在上面一张卧床上 从这里可以清楚看见所有路过的人 小木屋的上方 苦练树的枝条挺立 白色盛开的花 让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清香 请你务必要脱鞋 我的向导提醒 穿着鞋进入屋内是很不尊敬的行为 我顺从他的指示 一分钟后我们来到他的床边 这位老妇人整着头平躺着 他那雪白发亮的颜发 与皱纹满布 眉头伸锁的脸庞 形成感伤的对比 我用刚学不久的印度斯坦语 向老妇人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 他转过头伸出枯瘦如柴的手臂 将我的手握在他手中 紧紧地握着 静默的双眼凝视着我 那双眼让我迷惑 看似全然虚空 神秘不可解 他安静地握着我的手 长达三四分钟 同时毫无表情 默然地与我的眼对视着 我开始感到他的注视 全然穿透我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受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终于他收回他的手 在前额扶了几下 然后转向我的向导 跟他说了一些话 他们用的是当地方言 所以我完全听不懂 他轻声翻译道 他被召唤来印度 很快他就会了解一切 停顿了一会儿 然后嘶哑地继续说出下一句话 但这句话我想保留在自己的回忆里 不写出来 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微弱 一个字一个字 缓慢而困难地吐出 我不禁想 眼前这个衰老而形容枯稿的老人 这个缩成一团的身躯 真的能承载一个修行者的灵魂 和不可思议的力量吗 但谁又知道 毕竟从肉身和表象 去阅读一个人内在的灵魂 是件不容易的事 这位老妇已经接近百寿 我被提醒该结束会面 因为他的状况愈来愈虚弱 实在不适合继续谈话 当我正要安静退出时 一个念头突然升起 我想 他那空虚的眼神 其实是一个征兆 暗示他已经接近死亡的关头 他的神志早已离开 他那老旧的身躯 只是不时被拉回来 透过那双眼对这世界 投影微弱的关注 援助 几个月后我再度拜访他 那即将迈入死亡的印象更确定了 而他在不久之后便去世了 在旅馆里 我总结了自己的感受 一种高度的灵性成就 深深扎根在他的生命底层 这点我很肯定 对他 我由衷生起一股敬意 这次接触之后 我原本的思路产生很大的转变 一种无法解释的感知也被唤醒了 能觉察日常生活中种种神秘迹象 而不受限于科学的观察和发现 我带着一种意外的清醒 去看那些科学家的报告 那些声称揭开着世界谜团 底层秘密的研究 不过是在表层骚骚痒而已 但我不懂的是 和这位女修行人仅有短暂的接触 怎么会请客间 我心智上的自信和肯定 便完全被瓦解了呢 他说的那个神秘预言 再度回到我的思绪 但他的意义难以理解 因为实在没有人叫我来印度啊 难道当初我一时的心血来潮 并不是出于自由意识 而现在事隔多年 在写下这行字的时候 我相信自己已经稍微懂得一些了 我真想对曾教导我的那些大师们说 这真是个奇妙的世界呀 我真的点误了 那就是这样子 能怎么办 也不会有时间 这些东西 跟你得了 你一回 Monster